1894年秋 中日甲午战争 激战震撼 日本宫中顾问官 兼帝国博物馆总长 九鬼隆一 将他起草制定的 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 呈给日本政府 该计划经天皇同意后 派发给海陆军将领 从此 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一向针对中国国宝文物的 大规模掠夺 便持续布置 20世纪30年代 日本发动清华战争 这项计划又一次 似无忌惮地走到台前 在中国的学界 一场古籍文物的保卫战 秘密而艰难的开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31年6月25日 北平 北海公园西册 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典礼 隆重举行 在这之前 国家图书馆一直没有固有的管设 一直在租用或者说是借用别的房子 包括寺庙啊 一些宫殿啊等等 处在居无定所的这个状态 他的内部设备和大洋彼岸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变起来也毫不逊色 蔡元培在国立北平图书馆记中 这样描述这座新馆 欧美最新之材料与结构 书库可融书五十万册 阅览室可融 而形式则仿吴国宫殿之旧 与北海之环境油衬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 是晚清金师图书馆 清朝灭亡后 中华民国教育部接管 在1930年代呢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的书 是我们中国历代典籍的精华所在 它的上本书可以说是 全世界量最大 质量最精的 一部分是继承了 前清和历朝的这个皇家藏书的精华部分 包括从清朝的这个内阁大库 包括从国主舰南学 继承过来的书 还有一部分呢 是建管之初 从全国各地征集过来的书 从甘肃运到北京的这个金黄遗书 一时之间 藏品之精 数量之风 灌于全国 可谓集中了我国历朝藏书的精华 加苦一铺的珍贵的典籍三文 就有六万余测 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粹 古籍三文是什么 人类知识的激进 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是它最能反映一个民族精神的成果 就在新馆落成的两个月后 918事变爆发 东三省文县 这座建筑辉煌 藏书首屈一纸的图书馆 被笼罩在紧张不安的启程中 1931年918以后 日本关东军就占领了整个东北 那么它清华的第二步 就是侵占华北 1933年 占领东北的日军继续向关内入侵 1月3日 日军占领山海关 12日 日军攻占长城要爱九门口 占领热河 直取北平的企图 日趋明显 人们十分清楚 漂亮坚固的新馆 无法把日本人阻挡在外 那些珍贵的馆藏 悲在旦夕 同一天 北平城里积雪出荣 分外寒冷 在一处普通的四合院里 一个秘密会议正在进行 参与会议的并非什么军政大员 而是六位学者 他们是 这次会议的发起者 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胡适 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统领 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长陈元 以及委员傅思年 刘半农 任鸿俊 当时北平周边的淮柔 平谷 三河 这些县 已经落入了日军之手 日军已经从三个方向 对北平形成了包围 所以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 召开这么一次会议 图书馆委员会 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 最高决策机构 负责该管重大事务的决策 这次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 图书馆的珍贵馆藏 此时 日军步步逼近关内 在这个气氛严肃的会议室里 对于六位委员来说 一年前发生在上海的悲剧 想必早已让他们清楚 事态的严重 1932年 128事变 日军空袭上海 上海东方图书馆 这座号称世界第三 远东第一 中国藏书量第一的图书馆 被日军的炸弹变成废墟 46万多册珍贵补籍 全部化为灰烬 我记得20年前 我是采访过一些老上海 当时有个居民 就是住在霞飞路 离宝山路东方图书馆 有十来公里 他就记得 东方图书馆的烟灰 飘在他的阳台上 整整一个星期 与东方图书馆 马路相隔的 商务印书馆 也难逃厄运 收回扎北几条街 一年半年就可恢复 把商务印书馆 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 焚毁了 他则永远不能恢复 可以肯定的是 一旦日军攻入北平 国立北平图书馆 必然面临着同样的浩劫 早在三个月之前 面临同样处境的故宫博物院 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 准备南迁上海和南京 面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 近二十万册珍藏 主持管务的副馆长 袁同理面临巨大压力 他必须为个善文古籍 找到一个安稳的家 袁同理提议 效仿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转移方式 难迁避难 然而 这一方案 却也让与会者有所忌惮 当时有一种主张 是要把我们管的善本书 南运 就是运到南方去保存 但是呢 这次会议并没有同意这个意见 主要原因是因为南方天气比较潮湿 不是很适合保存善本书 而且呢 搬到南方路途遥远 山高水长 中文字幕提供 最终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那些馆藏的善本既不会留在馆内 也没有踏上南迁之路 他们将在北平周边 选择安全地点 就近转移 1933年2月初的一个夜晚 国立北平图书馆 甲乙两个善本库房的工作人员 正在挑选图书进行装箱 1931年 北平图书馆的文经街馆区 就把善本库分成了两个库 一个是善本假库 一个是善本乙库 假库主要就是收 宋经元明这几朝的善本书 乙库呢 主要收清代的善本书 包括清代的经朝经教本 明家的操教稿本 还有一些西建本 古本等等 为防止古籍受潮 每本书都有蜡纸包裹 而且每个木箱子 在封存之前 还加入足量的药物 防止重铸鼠肯 木箱子也都是特别定制的 所用的材料是坚硬的松木板材 厚重而又结实 为了方便典藏和整理 工作人员根据签字文的文字顺序 对这些木箱子进行编号 内部抽屉也按此顺序排列 锁装书箱一律贴封条 除由装箱人负责签名外 还必须同时有胡适 袁洪俊 袁同里的签名 在接下来的三个多月时间里 这些书籍按照贵重程度 分四批被运往北京德华银行保险库 北京华语学校 天津大陆银行货站 以及天主教主办的天津工商大学 这些机构是有外国背景 日本人因为顾及国际关系 很少去骚扰这些有外国背景的机构 所以有外国背景的机构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然而 仅仅过了两年 时局的变化却让人们再次紧张起来 三国的水有花败事变 日本制造了所谓的反攻 防抗自治政府成立了机动防抗自治政府 虽然不通离南京政府 它独立了 日本政府就用黑机要杀传单 向华北武省要自治成立一个华北国 北京地区放弃以后 完全成为日本人的控制范围以后 这就对中国的文化古迹 文物古迹等等 都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这些古籍仅仅过了两年的平稳日子 又变得岌岌可危 对于存放在两地四处的古籍善本而言 如果不及时进行转运 无异于将它们拱手送给日本人 面对如此艰难的处境 1935年11月23日 国民政府集电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令他们将馆藏的古籍善本 以其机密之方法择药移存难方 以策安全所需 国民政府的集电让原同理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20岁开始从事图书馆工作 至今已经快20年的他 对于这些古籍善本的感情 已经很难割手 对于他来说 这些古籍善本 不仅仅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珍宝 也是他的精神寄托 当天 他便紧急召开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 第21次全体会议 经过短暂的讨论 最终迅速将所有的馆藏善本 转移到安全较为保障的南京和上海 1935年12月25日 北平正阳门火车站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古籍善本 被装上了开往南京和上海的列车 踏上了一段颠沛流离 危机四伏的旅程 这种类迁还表明一个事情是什么 抗战的意志和抗战的决心 表明自己不会垮 这个文化古籍的类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它是保存自己的文脉 保存自己的精神 包括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次中国古籍的大转移 国民政府没有派一兵一族 一切皆由北平图书馆的员工们秘密进行 当时除了文金阁的四库全书 及部分新购善本来不及南运外 其他的全部假库乙库善本 敦煌遗书 内阁大库渔图 金石踏片等全部装箱南下 国立北平图书馆在上海和南京 分别设立办事机构 负责两地古籍善本的保管工作 当时选择上海和南京的主要原因 就是也是安全的考虑 首先是上海 上海它的租界比较多 日本人也是因为顾虑国际关系的原因 一般不会轻易去骚扰 所以租界里面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还有上海和南京两个地方的 国立机构比较多 有比较好的库房等等 这方面的条件也都比较好 此前为顺应国家经济建设需要 并便利工程界人士参考 国立北平图书馆 曾在中央地址调查所 设置了工程参考图书馆 运往南京的书籍 便存放新建的工程参考图书馆内 在南京工程参考图书馆 主要是整套的外文期刊 工程方面的期刊 还有参考书 大概有四千度本 最主要的就是 内国大国的地图 大概有七千度 那是存在南京 运往上海的书籍分两部分 一部分送往法租界仓库存放 一部分寄存在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 至此 一切似乎都已经安排妥当 善本南迁以后 派驻合适的人员来保管他们 一直困扰着袁同理 这时一位年轻人出现了 他就是在上海交大图书馆工作的 钱存逊 袁同理对钱存逊印象深刻 聘请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南京分馆主任 1937年7月1日 27岁的钱存逊接受邀请 欣然前往南京就职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新的工作 很快就被战争打断了 到馆子刚刚一个礼拜 就化成那个路过桥事件 嗅到危险的钱存逊 立即做出决断 短短几天 国立北平图书馆进五千册藏书 以及旧藏珍贵鱼图七千多幅 在南京失守前 被转移到南京朝天工地库保存 十一月十二日 上海沦陷 十二月十三日 南京失守 除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外 日军还在南京实施了空前的文化洗劫 十二月十二日 没法听说为了建宿舍要把陈列架陈列瓶都打翻扔出去 当做柴火用 如此一来 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价值几十日元 几百日元的昂贵而珍惜的化石 岩石 湖 也就与路边的石块毫无二致了 而且价值几十日元 几百日元的陈列架 也将化作一缕青烟 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惜的了 南京沦陷后 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被迫疏散 此时的上海办事处仍需有人违迟 钱存迅便又被调回上海 我本来是预备将 把这个家眷在江北安定好了之后 然后我去那个后方到那个总管去 我的总图 原管给我那个电报 说上海办事处要需要的人 所以因此我就1938年 那个春天就到了上海 那时上海的市区已被日军占领 租界脱避西方势力 成为一处孤岛 难民群集 物价高昂 房屋齐缺 上海沦陷之初 日军对租界的国际背景尚有所顾忌 因而相比于南京 存于上海的善本还暂时相对安全 孤岛时期的租界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公共租界 是以英美为主导的这样一个自治的国中之国 那么法租界历来是法国人独占的 理论上来说这两个都是中立的一个区域 相对来说法租界似乎能够更加安宁一些 因为公共租界随着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 日本对它的觊觎越来越强烈 而法租界后来德国进攻法国 维西政府建立 维西政府是跟斯特勒合作 所以法租界跟日军的关系也显得要友好一些 但钱存迅明白 这样的安全却并无保障 于是来上海办事处后 他便对上海的存书组织了多次秘密的转移 让藏书得以分散保存 其中最珍贵的三百箱古籍于1938年年初 转存到了法租界的震诞大学博物院和一处私人住宅 法国人在上海的那个产业 在日本并没有干涉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办到震诞大学 所以同时法租界 有个女子生的那个责任叫李仲彤 是她的私人住着 她的那个车库 这样这个事情很避免 当初只有三四个人知道 我是其中之业 上海的馆藏实在珍贵 国宝一词尚不足以说明其价值 包括精选善本约五千余种 六万余错 敦煌写经九千余卷 金石碑帖数百件 共计二百四十六项 都是北平图书馆 甲乙两酷的精华 然而 由于战局不断紧张 租界的危险也随之加剧 一九四零年七月 日军突袭法租界 从此法租界也无法阻拦日本宪兵的随时搜查 中国政府机构寄存租界的财物 开始屡被掠走 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在上海的善本 再次令人忧虑起来 主持管务的原同理思良再三 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将目光投向了美国 为什么要选择运到美国呢 主要是也是因为安全的考虑 当时从上海往外转移 几乎没有别的路子可以选择 因为运到内地是不可能的 上海的租界是一个孤岛 周围都是日本的势力 要往内地运的话呢 要突破日军的封锁线 如果运到香港 也不是很安全 当时只有一个选择运到美国 因为美国足够远 他远离战场 即便在今天看来 这也是一个几乎有些 意想先开的决定 它不仅需要大胆的想象 过人的胆识 还需要横跨太平洋的两个国家之间 密不透风的配合 不仅如此 美国人肯提供一处藏书之地吗 原同理辗转联系到北平图书馆 原来一位馆员 王仲敏 当时他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负责中国古籍善本的整理工作 王仲敏找到了在美国寻求抗日援助的胡适 希望这位曾经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主席 能够帮助出面协调 法军拜祭 远东立权 伴丧于日本人之首 护上租界 允日宪兵随时搜查 你攫取我政府寄存物不少 学术界人士 莫不以此三百箱古籍为优业 馆长袁守何先生 你运送来美 寄存国会图书馆中 1941年1月18日 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恒慕义 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时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 胡适的到来 与袁同里那个横跨太平洋的运输计划有关 当天胡适与横沐义的会谈 初步达成以下结果 美国方面同意戴维保存这批古籍善本 并在战后把它们全部归还中国 作为交换条件 北平图书馆同意美国国会图书馆将这些古籍逐一拍照 并制成微缩胶卷 提供给全世界的读者使用 然而 最关键的起运问题 美方却顾虑重重 始终不愿派人前往 胡适明白 这样的结果已经十分难得 那么暂存在上海法租界的善本 总数多达四百余箱 如何才能避开日军的耳目 把他们安全地运出上海呢 胡适再三考虑后决定个人出资 先让王仲明立即回国协助袁同里 对这些古籍善本进行领选 再四季寻求运输办法 1941年2月3日 王仲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经过二十多天的海上漂泊 1941年2月28日 王仲明抵达香港 在这里 他见到了阔别已久的恩师 袁同里 袁同里是从昆明专门前来迎接王仲明的 几天后 他们来到上海 吉顶户 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处 小巷口皆不许通行 大街一堵截其半 仅留车马与行人过路 初读此创 能不借心 在这里 著名版本目录学家 曾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采访 金石 善本三部主任的徐森玉 也从重庆秘密潜入上海 和王仲明一起负责善本的临选 而袁同里和钱存逊 则负责善本运美的联络和协调事宜 他们大概花了三个星期 选出了三万册 我们馆里头收藏的善本书 一共装了一百箱 他们选书的同时 也做了一份很详细的清单 一诗三分 一份留在了上海 一份随着书带到了美国 一份交给了袁同里馆长 带回了昆明 这些书大都是 清廷内阁大库中的旧藏 其中宋元时期的善本 就有两百多种 历代的稿本五百多卷 明版书所占的比例最大 数量超过了两千册 在选取的三万余册书中 其中包括六十二册 永乐大典 这些被选中的善本 分装在一百个木箱中 等待着秘密出境 相比于王仲明 徐森玉的选书工作 袁同里 关于运输经费 交通工具 以及出境方式 等诸多方面的工作 进行的并不那么顺利 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问题是 如何将这一百箱古籍善本 安全地通过海关 送上前往美国的海轮 中国同美国的政府都同意 很想把这几书送到美国 但是怎么样子运出来 当时有两种方法 一种他们称为是上策 用美国的军权到上海来接运 最初有两枪是经过美国领事馆 送到美国来 但是后来就没有人去做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我估计大概是 当时有日本人干涉 下次就是通过海关 原管长从后方 协议方介绍行 介绍交往去 原来认识这个丁肥堂 后来我去经过他之后 他也可就退迟 就是因为这人太大 他不敢担着奉行 在原同理的计划中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 祭出这批古籍 然而 经过一个多月的文件流程 当海关接到行政院斥令 发放出口许可证的时候 这个计划被海关总税务司劝阻了 原因就是 箱子太大 比较显眼 有些码头工人已被敌尾收买 此前计划的几个方案都行不通 而时局的恶化对于古籍的转运 更是雪上加霜 由于运输的事情毫无进展 已经滞留上海三个多月的王仲明 只能暂时返回美国 与此同时 国民政府教育部原本答应 拨付的三千美元运费 也因运送之势毫无进展而被收回 失去经费支持的原同理 开始自己花钱抢救书籍 最后竟致破产 同人倾散 办事有感疾首 倘不从速设法 则后顾茫茫 真有不堪设想者 一九四一年九月 一重莫展的原同理 也从上海前往香港 当他到达香港 这里已经被日军占领 被困香港的他 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时期 他的三个孩子同时患上盲肠炎 而小女儿则因家中无钱支付医疗费 而腰折 最近 射下长佑三人 均患茫长炎 而次女已搁置烧尺 竟因之腰肿 此间医药费颇数不资 故私人方面 已搞破产 因之 心绪恶劣 此时 这群孤军奉战 已经山穷水尽的人 所急需的 是一个能扭转一切的运气 而这个运气 在不经意间来到了 1941年10月的一天 钱存逊的家中 来了一位访客 我内容一个同学 一个姓张 他到我们家里来 直接随便来探访 闲探中间 好像知道他的那个大哥 在这个海关 外勤 外勤就是检察员 这个周围很低的 所以通过他 我去去拜访他的那个大哥 什么名字 我现在不能记得了 他一口就担心 就他会帮忙 这位海关外勤的出现 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善本运美的事情 提供了一个 极具戏剧性的转折 等到他这班的时候 把这个书分批 送到海关 由他检查 但是箱子 并不需要开启 他就到签子就会放行 所以这样子我 把这个书分成那个实批 这样子 一百箱 那时候还有一百箱 在那个要用出去 所以每次他这班的时候 我就用那个大卡车 就是用手推 贴到他那个海关 去保管 当时用一个中国书博宅的名义 去开发票 发票上的都是新书 国会图书馆买的新书 实际上里面都是三本书 就这样子 这书送到海关之后 就只有账签 他就签字就放心 假设日本知道了 这个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就这样子 或者别人知道这个事情 从这年十月开始 潜存讯每隔几天 便会推着装有古籍善本的平板车 前往海关 这样 前后经过两个月的时间 最后一批 由原定十二月五日 从上海十美的 哈里逊总统号 装运出口 如此紧张的工作 才算松了一口气 就在潜存讯 将所有的古籍 送上轮船后的第三天 一个即将成为 二战转折点的 重大事件发生了 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更令人揪心的消息 接踵而至 最后一批是12月5号用得去 第二天的报纸上就讲 这个哈里逊 已经比日本海经浮渡了 我当时就估计 这批评已经是损失了 不是日本人 拿去之后 后来就是损失了 1942年6月的一天 潜存讯翻看着早报 多年以后 他还清楚地记得 报纸上那则消息 带给他的疑问 第二年 国会投资官宣布 说是一背零二项 已经完全收到了 就开始要做这个 这个行为品 这批东西 是怎么样子运回去的 就到现在还不知道 至于这批书 是经过什么船 撞到美 撞到美国 这个过程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无论如何 这批扇本 完好无损地 到达了美国 品管扇本运往美国的消息 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 1942年10月 日伟运走了藏在中国科学社和法租界民房内的部分藏书 当时北京图事馆 盖住的是最多人事馆长 实际上是一个王总林 王古鲁 是他负责 所以他那个王总林 就带着这个两个日本人 都上海来检查 所以他们 检查知道这个数字 存在中国科学社 他们在中国科学社 就把那些西纹书 圈套书 就轮回去了 其余实际上还有好东西 存在北京地方 他们没查到 就这样子 一直味道到抗战生意之后 其他地方保存着 包括敦煌遗书在内的 多种珍贵文献 未被发现 上海办事处职员 坚守岗位 保护藏书 直至抗战胜利 在南京 则被日委政府 转移到 为书库 为中央图书馆等处 在美国 王仲明开始了 美国国会图书馆 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的 编撰工作 因为教学 那文献是王仲明 王仲明经手的 他花了五年的功夫差不多 做那个胶卷 做说谓胶卷 都是王仲明 做这个胶卷 我知道是运动力 这个当初也想背退 因为这个花费很高 背退后 不能没有这个经费 能够做个工作 所以送到美国 让国会图书馆 做这个胶卷的事情 所以是一举两得 当时一共拍了 一千零七十个胶卷 这批胶卷送了中国三套 我们国家图书馆 现在保存的有一套 1947年10月 钱存逊以交换学者身份 前往芝加哥东亚图书馆工作 同年王仲明回国 王仲明在美国的工作 是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中文上本书 撰写书字等等 相关的一些工作 就是我们馆 既存美国的这批书 到了美国之后 王仲明先生给他 做了很详细的提要 王仲明写的提要 最后都收在他的著作 叫《中国善本书提要》里头了 抗战胜利后 国立北平图书馆 藏在上海的珍贵古籍 于1947年 1940 1948年底 因始终挂念着运制美国的国宝 袁同里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 兼做这批善本的监护人 直至16年后 他在华盛顿逝世 袁同里去世后 时任台北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富聪 以国立北平图书馆 善本书 无人掌管为由 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提出 将其运制台北保存 1965年11月17日 漂泊海外 长达24年的 102厢精华古籍善本 抵达中国台湾 20年之后 钱存逊赴台北参加 古籍鉴定与维护研究会 再次见到了 那批当年由他亲自运美避难的善本 当看到木箱上 还隐约可见的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封条时 这位74岁的老人 心中一定充满感慨 他的学生郑炯文回忆 钱存逊一辈子都认为 自己是北平图书馆的人 他最后的一个心愿 就是希望 暂时运往美国保存的那批善本 回归到中国国家图书馆来 虽然自己对这批书已无责任 可是感情上 自有一份牵连 因此多年来 曾和各有关方面联系 希望这批书能早日 武归原住 2015年4月9日 钱存逊在芝加哥去世 享年105岁 这些帮助平管上本 避难的图书馆人 他们都绝不成 也不会后悔 踏上那条艰难的路 那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他们最终做到了 当他们回想起那段时光时 或许都会心感宽慰 因为这样的选择并不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